哈囉大家好 我是錦瑤 歡迎來到T閱讀帶大家看好書喔 其實我們剛剛就有聽到老師有這麼詳細的分析喔 但我們一直也看到 因為其實現在今年即將進入美國總統大選 那川普很可能會跟拜登兩個人又再度碰上頭 所以其實等於說 川普的一個未來的有可能再進入白宮 因此其實這本書對我們來講 也是可以從那個時候再回顧 說不定看到我們未來 那我回想其實我在過年期間 我看到一個最比較讓我驚訝的 有關於就是川普的一則新聞 就是川普他有嗆聲說 如果就是北約這些成員國 他不願意支付這些足夠的收入 就是軍事費用 他希望就是那美國我就不要保衛你了 我甚至於還會鼓勵俄羅斯來一起攻擊你 所以這其實這樣舉動也讓這個 整個北約成員國其實是非常有爭議的 大家其實就開始出來澄清說 其實我們的軍費其實都慢慢都有增加 然後很多國家也強調說 他們未來的兩年也會開始補足這樣子 所以其實軍費對於川普來說 這件事錢對他來說就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川普最重視的就是錢 所以這軍費問題其實在艾斯培的任內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爭議 所以請兩位老師可以幫我們談談 在艾斯培期間就是任內期間 是不是也有這種軍費爭議 尤其是那時候在南韓的駐軍方面 其實有很大的爭議 川普甚至揚言說他想要從南韓這邊撤軍 哪位老師先幫我們講一下 我來談一下這一點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都說川普是個商人 那你會想說商人去當了總統 或許你的商人個性不見得會那麼明顯 你可能會比較政治思維 但川普當總統過去那四年 你很明顯他的確還是個商人 他斤斤計較 譬如說他覺得美中關係裡面 美國跟中國做貿易 美國吃虧 所以他就增加了很多關稅壁壘 他一定要把這邊給拉回來 要把它給平衡回來 一樣對駐軍的問題也是一樣 他覺得說美國派駐在海外的軍隊 花了美國太多的錢 甚至說北約的國家裡面 他覺得有些國家分配的那些費用 預算是不公平的 那他就覺得那這樣的話 我幹嘛去保衛你們這些國家呢 他甚至強調說 OK 那這樣的話 你俄羅斯去打那些國家嘛 某種程度來講 如果俄羅斯去攻打了北約的這些盟國 這些盟國可能就會覺得有壓力 然後或許就會因此覺得說 OK 我軍費多出一點 這某種程度來講 還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 那在這一方面呢 埃斯伯塔跟川普的想法是一樣的 像在書裡面埃斯伯塔就覺得說 在韓國 美國的駐軍 OK 但是韓國所出的GDP非常非常少 那埃斯伯塔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埃斯伯塔的想法是說 我的國家的部隊派到你韓國去 是保衛你的國家也 然後增加你們國家很多的就業機會 然後經濟發展 那你們國家應該在整個我們的這個駐軍的軍備上 你們分擔的軍費要多一點 可是當然你說從韓國人的立場來想 我今天我一個軍港租借給你 你來這一邊佔用了我們的這些軍事設施 用了我們的很多資源 然後你還要我出錢給你 這不是在出保護費嗎 你想想看 如果美軍當年駐台 或者未來如果有一天美軍駐台的時候 美國也跟我們這樣開口 你們負擔我們三分之二的軍費 我看我們國會可能都會跳起來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美國跟駐在國之間的 一個不同的思維方式 但是我要講就是埃斯伯塔在整個戰略思考方面 是非常非常的進步的 在二次大戰人戰時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說美國它最大的假想敵 其實也不是假想敵 就是真正的對手 就是俄羅斯蘇聯那個時代 可是大概八九年後來蘇聯垮台了之後 美國頓師所依啊 那他真正要找一個目標 他的對手是誰呢 後來發生了911事件 那美國就把他的整個重心放在恐怖攻擊 可是恐怖攻擊跟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是不一樣的 因為恐怖攻擊它可能就是一些恐怖分子 他可能用一點破壞面的方式 去破壞你的國家的安寧安全設施 但是這跟國跟國之間的大規模的對抗 全面的對抗是不同的 所以當美國從整個戰略思維 把從面對俄羅斯 然後開始面對整個反恐的時候 他的整個全世界的兵力部署 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那當埃斯普他進到了陸軍部 當陸軍部長的時候 他就發現這個不對了 他覺得說美國現在沒有可用之兵 雖然全世界各國都覺得說 美國是全世界武力最強大的國家 可是奧斯普他自己當陸軍部長的時候 他發現不對 包括說他覺得說現在的陸軍 很多阿賓哥是不能打仗的 因為訓練越來越不精良了 然後後來他當到國防部長的時候 他也覺得我們必須要真的找到了一個 我們的假想敵 然後重新去研究我們的軍備對抗 所以他那時候毅然決然的選了一個假想敵 就是中國 非常明顯 在川普跟習近平的關係還沒破裂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他整個戰略目標 瞄準了中國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方式 那甚至他覺得說在他們的戰爭學院裡面 一定的課程要用中文來上 大家要去研究整個中國人的思考方式 所以你就知道 然後後來現在整個政治就跟上了 川普的整個政治 經濟跟軍事 全部都面對了中國 所以你現在發現說 兩強 中美兩強之間的敵對情勢 就越來越嚴重了 這就讓我想到一點 就是你身為一個國防部長 你的戰略思考 要比整個國家 甚至國家領導人 要更早兩三步 你才有辦法提前部署 如果你要等到國家領導人跟你說 我們現在目標是中國 好比說美中貿易談判破裂了之後 川普跟習近平翻臉 然後再回過頭來跟國防部說 我們現在目標是中國 那個時候就來不及了 這個就是一個國防部長 他有沒有先知著見最重要的地方 我來補充一下達哥的一些比較事實性的資訊 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世界超級強權 那所以每個地方不管他有沒有管 他都被扯進去 那扯進去不是免費的 都要花錢 那剛剛達哥有提到說北約的預算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北約的預算 分責拿幾個部分 第一個他是文職預算 他有一個部分他要去支付那些公務員 尤其在這個北約的總部 在比利時的這一些費用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所謂的軍事預算 因為北約是所謂的 他有一個北約國家被打的 等於是整體北約國家被打的 這樣一個概念 這就是為什麼烏克蘭想加入北約普丁 這麼忌惮的原因 好所以第二個軍事預算 他就是拿來加強北約的威懾跟防衛 還有這些指揮盟軍的行動這些支出 第二個軍事預算 第三個叫做北約安全投資計畫 叫做NSIP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用來威懾 防禦跟安全 他其實是前面兩項如果有一些不夠的地方 會由這邊來支付 那美國為什麼那麼不平衡 為什麼川普那麼不平衡 我這邊有一個統計 我是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其實川普一直在抱怨的就是 歐洲人你們自己的歐洲你不顧 然後你要我美國人距離那麼遠 花一堆錢來保護你的安全 川普會說這樣有道理嗎 但事實上我們查了一下 2023年的北約的預算的百分比 美國沒有錯出最多錢 他百分比100分裡面 他出了16.1964分 就16.1964分 但是另外一個國家叫德國 他同樣也出了16.1964分 這樣的比例 換言之德國現在在英國脫歐之後 他已經一堅單期的領導歐洲的 這樣的一個力量 這個是北約的部分 那當然川普他現在回來了 他很狂 他說那你普丁你可以打那些 北約少付錢給美國這些國家 你要打就打他們嘛 所以他其實是一貫的這種 所謂炒這種媒體標題的能力是很厲害 那在 在韓國的部分呢 韓國基本上他是從1950年韓戰 到1953年結束的時候 其實美國跟韓國是有簽立一個協約叫做 軍事地位協議叫SOFA 我們那個沙發那個SOFA 那剛剛達克講得很好 其實當時候這個協議講得很清楚 美國人會維持美國在韓國的所有軍費 但是韓國只要提供什麼 只要提供設施區域跟通道 但是這幾十年下來 其實美國在韓國花的錢非常之多 只有僅次於日本跟這個德國 所以其實韓國現在的駐軍 美國在那邊花費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當然因為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其實美國跟韓國已經協議了十次 每一次都說你們韓國人多出一點錢 你們其實不是只有川普之後才這樣講 那韓國一直到了川普在任的第二年 就說好吧 那我把我的貢獻增加到1.04兆韓元 相當於9億兩千萬美元 所以這個協議比第一年的時候 多增加8.2%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讓川普還是很不滿意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美國駐在韓國的軍隊 到底有多少人 至少有2萬8千5百個美軍 然後呢當中有90架戰鬥機 還有F-35 40架攻擊直升機 50架坦克 然後愛國者飛彈 然後陸軍 空軍 海軍 Navy 全部都有 一應俱全 所以其實對於韓國人來講 他們跟北韓在鬥爭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有底氣 很簡單嘛 因為美軍基地在那裡嘛 所以我從這樣的背景 我幾乎沒怎麼評論 大家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美國會說 我幫你保護你的國防 我幫你保護你的安全 可是你缺要我出錢 也許這個是可以去思考 那另外呢如果今天 駐地國剛剛達哥講的 駐地國如果說好吧 那如果你要我出錢 那你就離開嘛 就像菲律賓一樣 菲律賓的美軍基地 從5個現在已經變11個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 那可以想像 這個國家是比較偏向 我們講的 中國俄羅斯為首 還是美國為首 那有些國家是做 沒辦法做到這個地步 像韓國沒辦法 日本沒辦法 台灣更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事實上 還是兩邊 多少還要有一些協調的過程 但是我就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 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美國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的錢 然後派遣這麼多的兵力 去住在全世界 他真的是這麼不愛說 我要去保護你們這些國家 你們都是我小老弟嗎 沒有嘛 他還是為了他自己 全球戰略考量啊 所以說到底 其實美國還是為了他自己的 世界盟主的地位 然後他去住在別的國家 要別的國家出錢 我說實在的 我如果是韓國人 我也覺得這是很沒道理的事情 是的其實 那我們剛剛講到很多 其實就是台灣 能怎麼借鑑美國的經驗 那其實美國現在 比較頭痛的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些中東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 可能可以提到一下 就是美國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尤其最近 因為包括紅海的危機 還有跟這些民兵之間的對抗 其實可能背後的幕後的 都是親伊朗的民兵 所以美國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這麼緊張 其實從歐巴馬時代 跟到川普時代 其實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那所以其實在艾斯培的 當國防部長這期間 其實美國跟伊朗的關係 就有非常大的改變 包括退出伊朗核協議 這些的部分 可以請兩位老師 稍微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美國跟伊朗 會從當初一直推動簽訂核協議 到現在變成我們可以看到 雙方局勢還是非常緊張的狀態 當然我們知道說 中東是整個世界的火藥庫 所以從不管之前的伊朗 有沒有核武 有沒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的問題 然後到後來的種種的事情 包括現在以色列的事情等等 那個地方的確是很危險 但是講到這個東西 我特別要講到這個 我們這一本一觸即發這本書 第六章第七章 就是刺殺蘇蘭曼寧的那一個事件 我認為是這一本書裡面最精彩的兩章 那兩章所描述的情節 基本上跟《Mission Impossible》的那個電影幾乎是一樣 講到說無人機怎麼樣在夜空中 然後進到了亞克的領空 然後在那一邊然後發射飛彈 然後把那個伊朗第二號的那個領導人蘇蘭曼寧當場炸死 那是2020年發生的事情 今年是2024年 4年之後 今年的1月4號吧 就是蘇蘭曼寧被美國炸死了4年之後 在剛好在伊朗那邊 他們有一個很大規模的懷念 追到蘇蘭曼寧的一個群眾集會 結果突然間發生了一個恐怖爆炸攻擊 死傷非常非常多人 那時候當然大家都在追究說是哪一個團體所為 有人說是不是美國 有人說是不是伊斯蘭國 有人說什麼 但到目前為止可能都還搞不清楚 但你就知道整個中東國家的局勢 對美國來講那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 那美國要進軍也不是 要撤軍也不是 那之前在阿富汗那邊撤軍的時候 你看到後來整個塔利班 就接管了整個阿富汗 跟我們後來預期的情況 基本上也不是很相像 所以這邊又話又說回來 但我們看到人家的國家 人家的政治局勢之後 我們也要想想台灣的情形 我們當然覺得美國會保護我們 美國是敵對世界的強權 邱老師講的沒錯 可是我們要知道 美國在西半球 台灣在東半球 美國跟台灣的這個飛行距離 可是太遠了 你要知道其實老共離我們這邊 他的飛機的飛行時間 只要十幾分鐘 他基本上就可以打得過來 所以原水能不能救得了近活 那美國如果在整個世界局勢裡面 他有那麼多的地方 他都要關照的話 當兩岸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第一時間 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保護我們 這個我們也要去思考 好 伊朗核協議 是在2016年的時候 應該是2015年7月20號的時候 有幾個大國 歐洲的大國跟美國 一直一起來跟這個伊朗簽訂的 那主要是因為伊朗在那個之前 他一直有這個所謂的濃縮釉 那這個釉呢 是製造這個核武的一個主要的武器 那也因為伊朗一直被經濟制裁 而且非常的痛 就跟北韓有點像 而且伊朗他被斷得又更徹底 因為伊朗老實講接受中國的援助 沒有辦法向北韓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伊朗他願意讓步 那可是到了川普之後呢 他一舉就推翻這個時候歐巴馬總統 他最得意的一個政績之一 就是把伊朗核協議馬上退出 那退出之後呢 就有這一本書有提到 剛剛那個蘇萊曼尼 蘇萊曼尼就是在這個 伊朗的第二號人物 他是這個什葉派的領袖 那麼後來艾斯培跟川普 要不要殺蘇萊曼尼一直有辯論 後來應該說這個川普是傾向殺 艾斯培是傾向不殺 後來就艾斯培有點被川普說服 所以他們才進行那個行動 在那個行動在伊拉克內部把它幹掉了 用那個搗蛋的方式把它幹掉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讓大家提到說這一次鴻海 這個胡賽組織 那我覺得我們資源不要浪費 因為我另外一個 我另外一個那個節目 我有做手版 那我想說我們就乾脆拿來上課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沒有了解中東的局勢 就這兩個 一個是遜尼派一個是什葉派 那麼遜尼派的老大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埃及 那麼什葉派老大其實就是敘利亞 那敘利亞呢 什葉派老大是伊朗 Sorry 是伊朗 那麼伊朗呢 下面跟著它就是有敘利亞 有黎巴嫩 還有包括這一次夜門的這個胡賽組織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中東局勢 其實你說很複雜也很複雜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讓它這麼複雜 你只要從遜尼派跟這個什葉派的 沙烏地阿拉伯vs伊朗的這個競爭來看 那麼美伊之間呢 如果稍微對美國伊朗歷史有點了解的 讀者或觀眾應該很清楚 是從1979年當時候有伊朗人時危機 那這伊朗人時危機呢 這個美國大使館被佔佔了444天 那這個是導致後來跟台灣斷交的卡特總統 這個連任失利最大的一個原因 所以這個伊朗的部分其實在那個之前呢 這個美國跟伊朗的哈拉維政權其實是相對上比較好 可是那個哈拉維政權是非常的腐敗 那後來才到了這個人質危機之後 推翻之後變成是宗教就介入了 所以這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知道說 美國在尤其從烏克蘭之後 然後又爆發了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部分 因為哈馬斯一開始算是主動先去打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現在反擊的力道非常的之強 跟烏克蘭的那個打爛仗不太一樣 打到什麼地步呢 打到就是說美國也跟這個以色列的右翼政府 說好了你停了 你已經殺連這個兒童很多都被炸死掉 但是以色列停不下來 他殺紅眼他停不下來 他一直完全要把他斬草出根 那個架岔走廊那個地方 所以呢當然在胡賽組織這邊他看不下去 他說那你殺我們的兄弟那我們就殺你們嘛 所以很多的這個美國的商船 掛新加坡級的掛歐洲級的 經過到鴻海的時候呢 他們就發射小型的導彈 那美軍也反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現在世界上到處都在戰火 烏克蘭還沒有打完 以色列哈馬斯 現在紅海又來了 那當然台灣這一塊是大塊的 這個如果打的話 我相信美國所有資源都會過來 所以我還是那句老話 其實我相信台灣的人 不管你是比較偏藍或偏綠 或者說你是比較偏白 還是那句老話就是說 我們想想看台灣這個國家 如果你要發展國防 你到底是要像誰 我個人我比較偏好以色列 那還是你要像芬蘭 還是你要像這個菲律賓 就是說兩邊都討好這個政策 這值得我們思考 好 謝謝老師很精彩的分析 其實我們從剛剛老師幾乎 將近一個小時的所有的解說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可以看出來 其實包括美中台 還有這本書想要傳達 就是我們必須要步步為營 才可以避免這樣一觸及巴的情況 那我們今天的對談也差不多時間 那請大家也可以繼續鎖定 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場對談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 那我們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大哥 謝謝周老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